好 其实包裹的同时在内呢 很多球迷都说昨天看比赛的时候也非常感动 在电视机前也哭了起来 当然其中也包括卢彦勋迅的哥哥 还有妈妈 半夜看到比赛获胜 高兴地跳了起来 卢彦勋迅的小学校教练也予有容烟 他说呢卢彦勋小的时候非常皮 个头最小 好胜心非常强 进步很快 连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也会演独具 默默在背后拉他一把 卢彦勋打进温布敦前八强 家人欣喜若狂 我们两个高兴地跳起来 然后我跟我妈妈两个都抱在一起 然后我妈一直说 感谢上帝啊 哈利路亚 在国际网坛上大大露脸的卢彦勋 看看二十多年前 在修德国小的网球队合照 卢彦勋就是里头个儿最小 好胜心最强一个 有印象就是很皮 他曾经被我K过而已 卢彦勋过来 球白就同屁股打下去这样 他球好心切 为了一个好球他没有打出来 他会很生气 会很生气 那下来之后呢 爸爸就会在旁边 小学启蒙教练之一 陈友达就说 卢彦勋从小就被爸爸带到学校 看哥哥打网球 本来还当哥哥的球童 但没想到卢彦勋进步的很快 生意的时候 爸爸是在做那个肌肉批发 他早上还忙嘛 下午的时候他们都会过来 而且全家过来 那威如 我们那时候练习就是 放学的时候留下来打球 放学留下来大概就四点以后 那威如的爸爸妈妈就会带着 彦勋一起过来 爸爸其实是蛮严格的 但彦勋是蛮好胜的 所以 两个之间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球场上 一些纷争啊 从学机记录单上就可以看到 得志体群美 不是假就是优 导师给卢彦勋的评语 从小一就是贴姿抽影 小五小六 还是有异动怒跟运动表现好 但就是凭着他好胜不服输的个性 让前中研院的院长李院哲 也默默在背后拉赞助 支持陆彦勋 让这位台湾小子在温布敦网 打出傲人成績 中文新闻杨静明杨一家 太过了